這是一個快速的時代 怎麼能夠掌握到顧客需求 所以我們知道現在人們需要快速 不過我剛才講的 做上的調查可能花一點點錢 但是另外做事情回到基本面 還是知己知彼保證不代 那知彼要去了解 顧客的生活型態 消費行為 消費的次數 消費內容 喜歡什麼產品對不對 所以還是要透過他 我們跟顧客接觸 所得到的大數據來做 一切不能空口白說 想什麼做什麼都怎麼對的 所以怎麼利用大數據 只要幫我們找出我們要的產品 我們怎麼樣競駕 然後做什麼通路 或做什麼觸要路是在那邊要 對不對 我請問一下 你這件襯衫 也有點挺酷的 顧客 是帽T嗎 對 對 對不起 除了一下你是觀察力豐富 然後我說 其實在哪買的 在哪買的 在哪買的喔 在想一下 我有點忘了 可是有點忘了 這件買了很久了 因為我還蠻常買衣服的 是是是 我要想一下 沒關係 你不要想 好像是在NAT NAT 不管 我在NAT 我買了兩年 我們還幫他們打廣告 你看 真的 幫他們打廣告 他們要付我們廣告 對 你知道世界上賣衣服 賣了很好的 賺錢的企業有哪些嗎 隨便說什麼 衣服很好 像LARRA LARRA 對啦 LARRA YOUTING FOLO 或是最新有什麼GA 新的品牌 很多新的品牌 好 那在美國 我非常注意 改一下 從美國有單賣網 H&M是美國的 H&M 好像是 那是 過去很強的 最近是 被 對 LARRA 拉下來 沒錯 因為現在講這個 剛剛是服飾業的品牌 就發現 平價服飾是很多人 就是 越來越 在網路上 或是在實體 越來越多人會關注的 一個 一個 產品品牌 因為第一 它的價格不是那麼高 但是它的 它的質感 其實太不錯 哦 很好的 以前我們可能 買一件質感不錯的衣服 你可能要去拜貨公司 我只想講 我買這一件 以前買 沒有四五千塊 現在 下不了手了 對 現在大概 一千塊上下 一兩千 就能買到質感很好的衣服 對 那消費者 他當然 我只要用一半 剩第三分之一的價值 這邊買到質感差不多 而且整個Style 就是他喜歡的那種類型 你覺得他願意買他的價格嗎 他當然願意錢買比較少的 物美價廉 對啊 物美價廉 他本來就 他不在乎錢 然後我買東西 都是要去買我公司 那種 那種當然有 畢竟是 越來越少 我以前是屬於上述的 上述的那種 因為博士 那種很講求 沒有 以前年代是 跟現在不一樣 依照到定做 對 現在還是定做 像跟年紀一樣 沒有 要跟你們一樣 上賣 真的 真的 實在 有時候 我要上去美國買的 美國有個品牌 叫做 AMF 有些是迷路的 對不對 我不在談買 我直接下單 去美國買的 美國直接 吃給我 很便宜 我在 我在 我隨便 舉個例子 隨便買一件 比較 當 當代的 最新一年的 一件 韓生酸 酷一點的衣服 要三千多塊 有才四千五千都不出來 我去買 才到錢 我真 美國下單 所以在台灣 通款是要三四千 對 可以在那邊買 五十塊美金 對 我告訴你 有時候要三十九塊美金 這麼便宜 所以我常常穿 我的童年金 他們說 你穿那麼多年輕幹嘛 我說不是年輕 我說他價錢也很便宜 那些東西也很酷啊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在馬上下單 像國際購買 你在本地還要便宜 沒錯 一定的 像國外的一些 泡大 賺到台灣來 他要扣關稅 要扣關稅 關稅就 有些台灣 中華民國萬萬稅 台灣的錢 所以購得很高 對 像美國的他的產品 你如果可以直接 你英文還OK 可以看得懂 你可以直接去美國的網站 訂購 對 加上他送到台灣的 物流費 就是泡米關稅低 低有那麼便宜啊 我送到很便宜啊 所以我才知道 甚至進口車也是 所以我才知道 為什麼有時候晚上 我發現年輕人在 在成品啊 或者打個那個 那些 那些 擺貨店門口 在擺攤位 那些衣服好像 大概都是這樣 披來賣的 沒錯 是不是這樣子啊 我說你也喜歡創意啊 但他們以前可能 不是去美國 因為美國三級 他還是泰國 以前是 以前是跑單幫 現在要不要跑單 跑單幫 就沒有那麼需要跑單 沒錯 就可能你不用特地去讓那個國家 去披一個 披箱啊 去披貨 現在可以網路上面 看嘛 就去看人家選 你就可以選了嘛 所以現在跑單幫 大概也有點重 沒錯 是沒有網路 買品牌的 因為現在歐國的時代裡面 告訴你啊 廠商能夠抓到錢 他因為懂得 用大數據 用他得到資料去做 做產品分析 消費者分析 顧客分析 定價分析 通路分析 所以 這些大品牌 大廠商人 很有看點 但是我們小品牌 小廠商也就要跟得上 時代才行 沒錯 對不對 我們在夾縫當中 求生主義也不要 跟他們有共同的示威 只要不要 歐國的概念 幫你碰到 很重要 很重要 就是 你不一定要跟大廠商去競爭 基本上大廠商他的資源啊 比你豐富很多 他的背景 也比你強大很多 但是 基本上 就像 馬雲講過一句話 他說 大象就踩不死馬雲了 只要你躲得夠好 真的很難踩到 很難踩到 對 因為對那些大廠商來說 你根本 不是他的對手 他沒有把你放在野 他也不想理你啊 對啊 他市場上 就假如是一千億好了 一年市場上 一千億 那那個大廠商 他可能 一個廠商他就拿了 一百億或兩百 那 你覺得你一年賺個一億兩億 他會把你放在野 那你根本不是他的競爭對手 一億對他來說 可能不是百分之一 甚至是 兩百分之一千分之一 你說萬分之一 還是萬分之一 所以 講這個一億對你來說 營收一年營收一億 你覺得 你 你事業算不算成功 我覺得算成功了吧 畢竟你做Business 每年營收破億的 我相信很不到千分之一 萬分之一 是 因為大部分的SMB 就是中小企業來講的話 他可能營收 大部分可能都是 幾十萬幾百萬 對 到千萬其實已經是一個門檻 是 每年營收到千萬 已經是一個門檻 上億的其實 我們可能有些 他已經有一定的經濟規模 他已經不是一般的中小企業 他甚至是 已經快中企業 賣入大企業的一個 就是一個徵兆 當你可以營收億的時候 你覺得很多 可是對那些真正很大的 市場 市場率可能超過三分之一 或四分之一 這種廠商來說 他可能一年營收是百億 甚至三、四百、一千億 你賺個一億、賺兩億 他根本沒有可以放在眼裡 所以你不用跟他去比 但是你要去學習他 投放他 對 你也不用害怕他會搶你的市場 因為講真的 對他來說 他搶你的一億 你幹嘛 他可能還可以focus在其他的市場 他的投放沒有的市場 這是比較大的差別 但是如果你可以從他的一千億 或五百億 也拿到一億、兩億 我對你來說 基本上就已經很恐怖了 現在是已經企業或做事 我覺得太煩躍 太單憂了 太單憂了很多事 你知道我們跟這些比較成功的企業 有相同的思維 沒錯 有相同的做法 大概要求生存 他並不成功 接下來就是 要比的就是 你的速度、效率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 就像博士剛剛在 Videos前面跟大家分享 時間的重要性 時間其實是最關鍵 你現在做 你是第一個做 第二個做 大家會記得 玩的差很多 差很多 人家已經做半年、一年、兩年了 你才開始做 人家會記得 對不對 當然不會記得 就像大家 通常都會記得 第一個登錄月球的是誰 阿姆斯 阿姆斯 第二個是誰 沒有 我也說不出來 我也說不出來 我也忘了 大家不會記得第二個 他只會記得第一個 所以你要做 你就要做 你的市場當中 就是 林航者的角色 就是 要嘛就是 你要做個牌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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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要 遙遙理解 你剛才說了一下 你說 等人做出來做 我們再半年做才做 我告訴你 半年早就落伍了 現在電子商務時代 其實 時間 跟你的 business 眼睛 淘汰率 非常非常快 就像手機一樣 我們去年可能還在用 iPhone 然後4s 現在用iPhone 6 用5的還會被人家想說 你手機 這麼久還沒來換 然後現在我用4s 還會被人家笑 你怎麼還在用4s 還會被人家笑 你怎麼還在用4s 因為我有三支手機 還有一支4s 還沒有換 然後想說反正 也不太需要 因為我覺得 講真的 4s跟 5 6好像都 沒有差很多 沒有差很多 有差 有差價錢 有差一點點 有差一點點的 但是你會發現 這個就是市場 開放率 非常非常高 你看手機 Mobile 市場 光是HPC Stanzone 然後 Apple 他們每年出多少錢 手機 Apple出的比較少 他可能一年就一兩 甚至一年就一支 是 像Stanzone 或者是HPC 那些 每年出個什麼一堆 人家都說 每一支都雞黃 你知道嗎 每一次出來一支 可能是雞黃 萬多網還一年出個十支雞黃 我跟你說 你剛剛提到那些 好的東西 手機 在這些手機承擇裡面 目前 市益最好 最賺錢的 不是Apple 沒錯 第一名現在是 如果這樣 也許你 你大概不太理解 也是最新的訊息 三星的CEO 他說了一個理論 他叫生魚片理論 你愛不愛吃生魚片 還不錯 你愛吃我 我一般來講 沒有什麼愛吃 生魚片理論 他的哲學很簡單 他說 我們現在在 幽患 幽患 跟危機的時代裡面 一定要知道 速度是自身的唯一關鍵 沒錯 他說就像我們 出來捕魚 捕到人的最好的魚 好不好 一捕完之後 馬上 第一天就用最好的價錢 賣給一流的參觀 對 如果第一天沒賣出去 等第二天賣的時候 價格只剩下一半 只賣給二流的參觀 沒錯 如果第二天你還賣不出去 第三天賣的時候 剩下四分之一的價錢 所以像我們三星 他說啦 我們三星啊 一定要什麼 凡事都要快 什麼快 研發快 沒錯 獲得技術標準要快 製造要快 上市要快 行銷也要快 就是上市 上市要去賣不要快 出銷不動 馬來西亞都要快 沒錯 冰貴神 像博士常常在教 尊著冰法 生魚片理論 沒錯 生魚片理論 這是非常非常好的 對 這就是凡事都要判定 賣就不掉了 像新魚片 比如說 一星好多快 就像剛剛講 生魚片 第一天 最好的消費 賣給米其林餐廳 最新鮮 對 如果真的有點奔 賣不掉的話 你還有機會第二天可以賣 不過價錢只剩下一半 第三天 你也許還有三流的城法可以賣 還可以視你自己的消費 反過來吧 誒 第四天都賣出去呢 賣不出去怎麼辦 變成什麼 第四天四分之一 不 第四天只能說 自己吃了 第四天只能變成 幹魚片 幹 就是魚乾 魚乾 我們常常叫魚乾 沒價錢 所以什麼事情都有反省到 特別在歐普歐德時代裡面 凡是我們自己想些沒關係 但是我們用工具 用數據可以分析出 現在消費者的生活型態 他們怎麼買 比如他們愛買什麼東西 然後 你去製造 你去研發 你可以用比較好的方法 製造出更新的東西 這就有機會超過體會 雖然不一定能夠成為敵 不過在假裝當中求生存 歐普歐德時代裡面 就變成三個月 你剛才說了 如果說等半年 我看半年 的衣服都沒有 對不起 剛剛不是彈衣服嗎 對 等半年之後 因為淘汰過激 所以你可能過激 就是你要只能搭乘去促銷 所以兩大競爭隊 剛才講一個 H&M還有 LARA 他們的競爭 他們的競爭 他們有一個 LARA搖搖離線 因為H&M 他們從設計到上市的時間 比起過快 從設計建議 拿到來 拿到了 拿到的點子放到之後 開始設計 然後去找部 剪菜 製造的地方 然後把它做出來 然後又寄出來 擺在陳列架上 好不好 二十天多塊 哇很快 台灣的服飾業為什麼 化得很慘 主要 夠快 如果有夠慢 從找一件衣服 去想想想 想要半天 開會討論 搞了一個月 新的款式都還沒出 有剩下兩三個月 所以一季 大概只能推出 沒有兩三件衣服 你說LARA LARA更快 LARAH&M是 剛才20天 他們14天 所以他必須要有 不錯的團隊 分個階段 每個階段 都舒服 調龍全顧 效率要高 每個階段 都要縮短時間 不是只有一個人 每個階段 還整個process 每個相關人 都要縮短時間 你想每個人都能夠縮短的 要縮短 辣拼就好吧 整個流程 就縮短多少時間 對啊 他不然一直在這方面努力 他就透過大數據 收集到所有的資料 現在人喜歡穿 什麼樣的款式 喜歡什麼樣的產量 喜歡在什麼地方買 用什麼價錢賣 他都負責 這都是我們現在 O2O時代裡面 都在做的事情 沒錯 所以我認為不只 打擾LARA在做 其實我們自己也可以做 對 那一樣 把它的東西 你全部把它 縮小變成某一個部分 其實流程 SOB都一樣 只要能夠縮短時間的話 你從產品研發到 做的銷售數據 都可以 比原來快速 因為快速是一個 資深關鍵 那麼在這個 世代裡面 O2O 原來就是你的專業 對不對 沒錯 真的 大家一定要就是 想辦法 無論你的事業是什麼 你如果現在還沒有 拿來網路上去銷售 沒有在網路上去找客戶的話 你一定要趁現在 趕快 就是真的 冰櫃神助 你一定要在網路上開始 去找到你的潛在客戶 讓他們來個實體片片效果 或者是直接在你的網路上訂購 幫助你飛的企業成效果 我認為 這個其實是現在這個 時代啊 你從事Business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你真的要通過Internet 然後速度要快 然後要把你整個process 整個流程都做對了 然後去參考你的競爭對手 然後參考這一個市場當中 最成功的一群人或一間企業 你應該去學習他們 模仿他們 千萬不要怕說 他們會把你當競爭對手 或者是 他們會吃你的市場 怎麼樣 因為對他們來說 你真的不是他的競爭對手 OK 你不是他的對手 但是你可以把他當你家鄉的 這個是非常好的 希望有一天 你也可以跟他一樣成功 無論你的事業是哪一種 我相信你的市場當中 一定都有 比你成功的對手 除非你現在 整個市場最TUMP的 或者是你做的是一個 非常冷靜的市場 全世界只有你在做 那你當然是TUMP 你沒有今天對手可以參考 OK 但是我相信 你從事的市場 應該不會是這兩個特殊的案例 OK 所以我相信一定有比你更好的對手 你可以參考 如果你今天已經是市場當中 很怕 然後做得非常成功 那其實好 你可以直接關掉我們這影片 因為我們可能 沒有辦法提供更好的建議 讓人變得更成功 OK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